孙杰女 26岁 一位吉林人毕业于辽宁 一变学业技术学院 章五英专业 大家好 我叫孙杰女来自吉林 今天希望通过天生我才这个舞台 找到一份关于销售方面的工作 请各位老板给我个机会 谢谢大家 其实她这个 一上台就是有一个话题啊 有她的名字 孙杰女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里边一定有故事 我以为是孙杰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一拿到名字 我说你忘拿括号了吧你 孙杰女 对 这个有故事吗 有故事 因为我奶奶有五个儿子 然后前一个 第一个儿子生的是个女儿嘛 因为他叫孙杰男嘛 然后我奶奶想 是不是因为这个名字的问题 把男的结住了 肯定就是个女的了 然后所以到了我 然后我奶奶就说 告诉我爸 应该起名叫孙杰女 把女的结住了 那么剩下都是儿子了吗 你自己不会吧 不会重担轻女 不会 以后男孩女孩都一样 这样就好 希望你今天能得偿所愿 先写下你的理想公司 来 孙杰女的经历 有一点特别 先来看一道微笑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东京人海里一点都不起眼 但是我有一个不平凡的梦想 就是当一个明星 为此我参加了多次省级电视台的选戏比赛 但是多次的失败 让我意识到梦想与现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现在我终于醒悟了 也不再做梦了 希望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踏踏实实地做 想当明星 小红 就不断参加选秀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想当明星 第一 唱歌是我的梦想 第二个是 如果能当上明星 可以挣很多的钱 可以让家里过的生活比较富裕一些 你为此参加了多少比赛 应该是有四次吧 四次 绝对畅想08年的广州赛区和深圳赛区 还有花儿朵朵厅 以及快乐女生 不过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 最好的成绩一次是多少 进了海选的第二轮 这个海选 可以说都失败了 没有达成你心中的目标 是吧 对 这个没红 没成明星 经历过那几次失败之后 你还想红吗 现在 不想了 就想他的事是找成工作 对 所以你没去那边海选 你来这儿了 对 想找一份什么样的 对 什么样的工作 关于销售方面的工作 有个销售经验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想来做这个 因为他可以锻炼自己 因为我之前的公司 就说业务不太好嘛 学的东西很少 而且工作很清闲 所以说我想找一份 关于销售方面的工作 可以锻炼自己 可以给自己扩大人脉 最重要的是 销售如果做得好的话 会有一份比较可观的收入 你做到现在几年了 三年半 将近四年了吧 都是做文员 我们的公司 从08年到现在 一直都是只有支出 没有收入 那为什么现在才离职呢 如果在一个 明明就没有前景的公司里 为什么要待三年多呢 因为我之前 没有找到目标 就是说我不知道 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 就是说比较混日子 探图享受那个时候 现在知道了吗 现在知道了 干销售 对 凭什么 为什么 一个好的销售 首先 他应该有良好的心态 然后就要有诚恳的态度 还重要的有一点 他要坚持 其实刚刚 我和黑男的摇耳朵 你知道吗 做销售最重要是要有笑容 亲爱的请你笑一下 这个导演已经跟我说过 你知道 连导演的话都不听 你还能听明白的话 你从上来到现在 都苦大仇深的 拜托 我怎么去买你的东西呢 其实不光是他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从他的微信2里面 我依然没有看到过一个笑容 作为销售来说 最基础的一个就是你要有亲和力 你要让你的客户 很愿意跟你接触 但你这样的话 我会觉得 有点害怕 你跟我笑一个吧 这个很多人都说过我了 可能是我的性格的原因吧 你性格什么 什么性格你是 不怎么爱笑 我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笑不笑和是不是一个好销售 应该不是一个必然的关系 我同意 我同意 我严重的同意 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脑子 所以我希望看到下一步 对 她的这个能力怎么样 她想各位是让她继续 台式到此为止 用手里的灯告诉我 来 请选择 江南为什么把灯留着 我觉得她是一个目标感 非常强烈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她在几次的描述中都提到 很想改变自己的个人 包括家庭的经济状况 我觉得这个作为销售的 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一个选手的潜质 乌兰哈斯把灯灭了 我觉得销售呢 就是她有很多 这个流程化的东西 也是一门科学 但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 那我觉得她的这个气质 整个传递出来的东西呢 我会觉得说 她的整个职业转型 从一个文艺员跨越到 做现在做这个销售 这个跨度让我觉得 会有点担心 台上还有这么多企业 给你留着灯 证明有戏 来 直言直语 你想找一份销售的工作 刚才说了 是吧 对 你觉得你在销售上面 有什么优势 因为你没做过 我觉得坚持吧 就是还有太多 因为我之前为了想练 我和别人沟通那种胆量 我去发过传单 我发传单可能不是像普通人 你就比如说 拿九十人 九个例子 来 来 这 这 传单 来 你就这样 这样的 我不是 你来一个 因为我之前是给一个琴行 发过传单 针对的对象是中青年 比如说我看她是一个中年人 我要先锁定她这个对象 然后我跟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让她看到我 让她注意到我 然后我再拿到我的传单 然后点个头说 先生 您好 请看一下 几乎每个人她都会 给你给我 都会接受的 对 除非她手里有很多东西 或者是说 她当时很赶时间很忙 我还 比如说有的时候自己捡瓶子 自己干嘛 捡瓶子 哎呦 日子过得都这么惨了 不是嘛 因为我总是很爱面子嘛 我就是想 不让自己那么爱面子 我就想让自己做一些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就是想改变自己 有的时候要上垃圾堆 你还真去啊 对啊 就是太脏的就不去了 捡那个烧烤旁边啊 比如说人家喝完的扔了 然后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再拿走 还得趁人不注意 对啊 你为了跟人沟通 你得跟人说 哥们儿你喝完了吗 你快点喝 我那瓶子我要 下回这么试试 其实就我自己的理解来看 做销售其实最难的一个挑战 是你怎么接受别人 不断地对你说不 这个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人 也会得到很多的拒绝的 当他做销售的时候 你觉得是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能拒绝他 已经是给他一次机会了 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有的人 他干脆连搭理你都不搭理 你直接就走了 那种其实比 他直接说拒绝还要残忍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我做销售 我可以在短时间内 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你从三年的 前台文员这样的行政工作当中 想转做销售 对不对 也不是 因为我想先声明一下 做销售我知道 他会有很多的钱 但是前提之下 是他要做得好的话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我喜欢做销售 还有另一方面原因 因为做销售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 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 很奇奇怪怪的想法 都投放到里面 只要最终你的产品 可以打动客户 你可以让客户信赖 那么就可以了 因为销售 它不是居于那个条条框框 它是很有创造性的 如果你真的想做销售 我给你几个建议 虽然是很肤浅的 因为我觉得当然销售高手 无招甚有招 你笑不笑也无所谓 你怎么样子打扮 怎么样说话 甚至我们刚刚说 你可能甚至是虐待式的 销售方法 对我客户卖你账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销售的话 第一个 着装礼仪 不要穿黑色的衬衫 因为你头发本来就黑 衬衫又是黑 整个人表情又忍 表情忍的人穿明亮的衣服 其实你长得非常的娟秀 但是整个人太沉了 第二点 赞姿 不要双腿张开赞 女生这是不对的战法 第三个 你在讲话上面 透露出来的积极信息不多 我觉得你好像达到什么问题 我总觉得你要哭了 如果你不是真的要哭了 不是确实有很多压力的话 我建议你对着镜头 学习笑容 不是为了让你笑容 是为了让你整个表情上 传递出热观的 积极的信息和信念 最起码是这样 不要让别人感觉他在欺负你 好 接下来 这下的一家企业 用你们手里的灯 告诉我 是否有职位 留给孙姐女 请选择 陈军为什么留着灯 其实很多以前有一些经验的销售 来我们公司做销售 反而做得不是特别好 反而做得特别好 是那些以前一张白纸 就像你以前没有做过销售 或者说是销售经验 不是特别丰富的 到我们公司以后 他靠他的勤奋 靠他的坚持 然后一直做得特别好 所以我是比较看重你这一点 所以给你留点 好 请到 我觉得他今天这种素养 包括他表现出来的这种素质 根本不可能做好销售 根本不可能做好销售 差起来相反 我觉得他从行政 或者是从一些基础的 一些工作做起 先进入一家公司 去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先和人打交道吧 我觉得做这样 更基础一些工作 可能会更好一些 瑞鲜还留着灯 为什么 通过这场节目 我感觉孙姐女 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具备 双重性格的这样一个人 可能他的台上台下 可能会有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他做事情 还是有勇气的 尤其刚才他举过的 那个解垃圾瓶 发传单 我认为他是一个 有勇气的人 好 既然只剩下两家企业 咱们也不多说了 来 谈心论价 先说给什么职位 安居客陈军 网络营销顾问 微博国际英语的张瑞鑫 是初级的课程顾问 好 谢谢 接下来开始谈钱 要你先亮这底牌 还是先听老板的 我先亮吧 以前亮 对 好 来 期望薪金是2500块 陈军能给多少 我们薪金是底薪2800 加提成 江瑞鑫 你的初级客陈顾问的底薪 是2650元 加上提成 谢谢 两个不同的职位 但是他们给出的薪金 都比你的期望薪金要高 思考清楚 十秒钟 即时开始 即时开始 时间到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安居客的沉重 很好 希望你越来越好 主持人 我想说句话可以吗 说吧 我想对陈总说声感谢 我想对灭我灯的人说 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 谢谢 我还是觉得我适合做销售 我相信我会成为第二个乔吉拉德 谢谢 陈总你会后悔的 瞎说 灭他相当老板的 哎呦 黑难民激动 冷静 不要太激动 我觉得陈总是不是后悔了 陈总你后悔吗 我相信你英雄 不后悔 为什么要后悔 其实安居客是一家创业型的公司 那么安居客在这个阶段 陈总应该是最看重 他的坚持和执着的这一个特性 因为在一家创业型的公司 一个小规模的公司 刚刚快速起步的时候 他需要这样的精神 甚至需要这样的精神 去感染到周边的人 就是这个女孩今天到这个地步 今天由这些话 包括他自己的个性的展示 其实和他的家庭是有关系的 我们最早孙姐女 这几个字是他的祖上 或者他的老人家 对他的一个结女 对女性的否定 这个事情让他充满了保护 他自己不能侵犯自己 拼命地想证明自己 这是非常糟糕的 我呼吁这个社会 这个家庭 你如果有一个女孩子 将来希望她有所成绩的话 绝对不要这样鄙视 男女平等 非常重要 败了一个人 习近平挫折 被人误会 甚至被人谩骂 这都算什么呢 在求知路上 或者说在人生路上 坎坷 曲折 多了去了 曾经有人跟我说 人这一辈子 山丘损尽的时候 比柳暗花明的时候 多得多 所以柳暗花明 显得那么迷足珍贵 在这里 我要跟所有人分享一句话 如果你看见前面的阴影 千万别害怕 应该高兴 那是因为 你的背后有阳光 好 好